Hello, 歡迎來到暖耳廚房 今天推介是奶白魚香濃湯 高營養, 好味, 最重要是容易做 Let us begin 首先切薑 薑要去皮 然後切片 12片左右 怕腥, 再加幾片薑 這次我用三文魚骨 和黃花魚 全部都是便宜的 總之你去超市, 街市 看到什麼是便宜的 就買哪隻 就沒有特定什麼魚 因為煲這個湯 是底味 所以用哪隻魚都可以 可以煮湯麵 米粉 河粉 做湯底 然後煮養生湯 做湯底 然後加上食材 用的 所以你用哪隻魚都可以煮到 首先 魚要塗一點鹽 很少都可以 你看我這邊 用半茶匙 擦勻 然後兩條魚 每條都是半茶匙 兩邊擦勻 擦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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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煎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容易 擦勻 擦勻 魚皮 擦勻 這是第一個步驟 黃花魚 兩條 加起來 兩磅 我想試給你看 其實 淨魚骨也可以 或者淨魚也可以 但怎樣做呢 我想兩樣一齊 不是說 這個魚湯一定要有兩樣的 不是 淨魚也可以 淨魚骨也可以 都是會煮到 奶白色 很有營養的湯 一定要擦乾 魚 或者魚骨 不然一會兒 你放進油 煎 彈到周圍 你真是 很難搞的 擦乾了之後 再加一點鹽 擦在上面 我這條 差不多一磅的魚 就大一點 所以我一會兒會 割幾度 讓魚肉 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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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快一點 煮到奶白色 如果你說 你買到 平價 夏蘭魚 即是 再細條 那些 很細條 很細條 那些 就不細介 那些 只要清掉內臟 然後你回來 沖水 全部都要洗一下 洗乾淨 上面 抹少少少鹽 那些 就完成了 就可以拿去煎 我這裏 很少可以買到 那些 這麼小 因為平時 不是我們吃 煮湯 在美國 就不難買 那些 你買這些 很貴 不買啊 我這些是冰鮮魚 很便宜的 那 因為你煮湯 最重要的是 便宜 因為你用哪隻魚都可以 只要不要放什麼 魷魚 那些 不是那些 就是油水的魚 冰鮮的都沒有問題 但不要雪藏 雪藏 是很腥的 油一定要夠熱 你要很熱的時候 先放一條魚 才不會黏的 抹少少鹽 很熱的油 這兩樣東西就是 為什麼魚的魚皮 就不會黏的 又不會掉 就是這兩樣東西很重要 每邊都煎到金黃色 然後呢 才可以放進去 煮湯 一來呢 煎到金黃色 就會披了一種腥味 二來呢 你不煎到它金黃色 就比較難 可以去煮出奶白色的 魚鮮的樣子 但是呢 魚骨 因為它已經是 沒有了皮 所以 很快就會熟 所以 就 變了要遲少少 下 就是如果兩樣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說 你只買魚骨 一來 夠熱 就下 但是很快要上來 因為如果很久 魚肉會散開 那魚肉散開 其實是沒有所謂 因為你煮湯 但是 魚肉一散開 魚肉會很吸油 然後呢 會吸油 然後呢 就變成一鍋湯 撇油 那時候就很久 煮了 煮了麵之後呢 基本上 就可以下薑 一起下去 爆開 不要先下薑 不是呢 那些薑呢 會一焦 煮了那些油 就會刺 那些魚皮就會刺 所以薑要遲少少 下薑 然後呢 下去 已經開始 開始 然後呢 就 你要準備熬熱水 那 我如果沒有那麼多 爐頭 我沒有得準備熬熱水 是不是煮不到 不是 不過呢 要用多 超過一倍時間 因為你冷水下 一樣是做到的效果 但是呢 它就要久一點 熱水一下 魚肉呢 立刻下去 就立刻繼續煮 那是會好過你 但是呢 將這些魚呢 再攤回 那些油 吃了下去 再去煮 是會難少少的 但是呢 時間短一點 不是說煮不到 那 但是如果可以呢 就熬定熬熱水 那些 已經是沒有皮的 那些就先下 這個魚尾 因為有個魚尾 有一陣皮 就煎多它一陣子 因為那些魚皮 你不煎多它一陣子 一陣子就會比較腥的 然後呢 另外那兩條 黃花魚呢 你看到呢 已經是一面金黃色的 然後呢 就在這裡 煎多一陣子 不怕 因為最後都是 不要的 不吃的 因為它會散開的 你煮完湯 然後 連骨 你很難吃到的 而且已經很粗 因為煮一煮湯 要煮差不多30分鐘 所以呢 就不要 還有呢 那些油呢 你會說 這麼多油 那些油一陣子 會加一點 下去煮湯 最後 你也要撇油 因為魚是有油的 魚油呢 一樣要撇走 因為要做清湯 所以呢 不用怕 因為這個油呢 是有薑的香味 還有薑味在裡面 順便呢 可以撇 那些油的香味 所以呢 就要 不要再加一半 那 下去一起煮 水滾 轉中火 那我這鍋 就差不多30分鐘 那 為什麼我寫10到12碗水呢 那 水分呢 就你自己算 因為呢 它是 做了龍湯 如果你煮麵 是要混合 它 你放心 你不要說 哇 煮麵 混合起來 那什麼呢 我就是煮大煮一點 煮了龍湯 你放在裡面 你可以 要用 先拌幾多出來 那 那 你就可以 預 今天要煮湯喝 加些豆腐 菜 下去 就這樣喝 都很有營養 那就不需要 再加水 但是 如果你要 用一半出來 是用來 煮湯底 即是煮湯麵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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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你煮完呢 它會再更加濃 所以呢 就要加些水 因為麵 那些會吸水 之外 還要 它是 這個濃郁的湯 浓得太濃 就吃湯麵 那些 就好像 是Heavy那些 所以 就要 一比一 你 譬如 加兩碗 濃湯 就加兩碗 要這樣 但如果 就這樣煮湯 直接煮就可以了 那 要先加些油 你可以用我 這個 過濾的網 亦都可以用 殼 用殼 用殼 撥就可能 會多些湯 即是有些湯水 撥走了 都可以 隨你 你又不想浪費 那些湯 可以在殼中間 放些冰 然後 就這樣 用這裏 就這樣 在表面 一路轉 那些油 就凍了 就吃了 在殼裏 在殼裏 就滑走 看看你想怎樣做 接著 那些魚肉 那些全部 就要撈走 不要的 接著 最後 就換另一個鍋 因為要過 要過濾 要放一個撈 接著就過 過乾淨 因為 有時候會有些魚骨 其他東西 在裡面 家裡如果有小朋友 老人家 我就建議 一定要過 不要節省 一個步驟 那 那 之後呢 就 記住 如果家裡有 人父 老人家 就不要像外面 那樣 加什麼 杞子 蜜棗 那些 是不能吃的 那 就這樣 金龍湯 可以 如果家裡沒有的 或者真的要煮湯 加豆腐 其他東西 去煮 那份量 你就喜歡 蜜棗 或杞子 那些 你也加 但不要預先做 接著 就 攀冬之前 加少許胡椒粉 去疲味 如果 雪凍之後 會變成啫喱 那 如果你要 就可以拿出來 用多少 就筆多少 但記住 匙巾 或筆 一定要很乾淨 沒有水 沒有髒 不然湯 就會壞 那 如果你再 拿出來 它會有點腥味 那 記住 煮的時候 加幾片薑 然後你可以 做湯底 煮米粉 加些魚蛋 魚片 就很好吃的了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我煮多 你們也一定煮多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頻道 按個小鈴鐺 下次喜歡吃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了 希望下次喜歡吃的時候 見到你了 拜拜